眼神呼吸的配合,记住了吗? 动作的快慢,记住了吗? 绕弯一定是以手弯去绕,绕一圈,绕一圈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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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绕,大,大,快绕,大 哎,刚摊在这儿,刚摊出去,刚好你看到我的手帕 赶紧回来,明白了吧,明白了啊,嗯 我喝口水啊 然后呢,他这个,他这支舞蹈吧 他很欢快的一首曲子,对不对 很欢快的一首曲子,其实很可爱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的感觉是做出来这个 俏皮可爱,嗯,俏皮可爱 嗯,好,那么我们紧接着往后说 第一次听我的教学啊,还是第一次听我的教学 我,我以为全网喜欢跳舞的人都已经关注我了 原来还是有那么多没有关注到我的 就是没有找到我的啊 大家加一下关注,谢谢,谢谢 我是李夏辉,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你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作品啊,还有我的酒站啊,嗯 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来说一下,呃,后面的第二个八拍,第二个八拍啊 好,第二个八拍的话,我们是 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贪玩了吗,对不对 落在我们的左边,哎,绕腕落在左边 眼睛垂视你的右斜下 好,完了以后你的左手,看一下这个是左手啊 你跟我相对的手是左手,带花,有点害羞 好,完了以后,害羞完了以后,你还是得去跟他说话呀,对不对 大一,哎,好,这个时候你看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个什么 这个是要向右倾,对不对,向右移 好,处于一个半蹲的一个状态,带花 好,完了以后,把你的膝盖站直,啊,你的膝盖站直 一,哎,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啊,有一个向左移的感觉,向左倾啊,拉长你的后背 一 2,哎,1,2,看我的身体有 1,2,1,2,哎,横移,明白了没有 哎,我们停在这,啊,走,打,吸气,立上来 好,拖着什么,左手,像是拖你的左塞 但是千万不要这么贴着啊,亲爱的,千万别这么贴着啊 我说拖塞,是,呃,像一个拖塞的感觉 你要感觉到你的这一块一定,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空间感 空间感啊,拖,左塞 好,完了以后,拖右塞的时候,右,身体向右移 大,你看,1,2,好,两次,一朵花,对不对 三搭塞啊,后面是三搭塞,完了以后是右手上去 哎,你的身体向左移的时候,右腕拉出去 三搭塞,好,这个时候你的右手上方有一个右,手背腕拉出去 向右,好,向左的时候怎么办,手内腕拉回来 右,左,右,那配合你的身体呢 右,左,右 好,看一下我的手指啊 这个时候又在浇呼吸啊,又开始浇你的手指 配合你的这个手指的呼吸啊,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1,2,3,他觉得,哎,哦,古典舞的手,手型不就是这样吗 我刚才说了什么,手指要干嘛,会呼吸是不是 拉出去,长的 好,在你拉回来这一下,他中间要有一个什么,松弛 拉出去,大,拉回来,再延伸到手指 拉出去,1,2,大 1,2,3,4,5,6,7,8 我的手指有没有那么僵啊 1,2,3,4,有没有,不是吧 而且重点体现在什么 手腕上 一定要把这个动作的重点搞清楚 不是,不是白白白白 是手腕要出,手腕要出,你看 1,2,3,4,迎风 飘扬的感觉 啊,手指要会说话,要学会松弛中间也要有,对手指的中间是,他中间的连贯是要靠这个呼吸去连贯的 啊,这样你的手指就会说话了就好看了,明白了没有 啊,那么你明白是一个方面,但是你做到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所以你听完课了以后你必须得去什么呀,消化 反复反复的练习 你才可能达到别人羡慕的那个样子,就是自己羡慕的那个样子 别人觉得好美呀,你不练,你就想一听,听明白了,我练不到那就算了,那不可能的,明白了没有,去练,去练 嗯 对,明白是一回事 下课以后要去练习,好吗 去练习,也可以跟我合拍啊,可以点我那个视频,去跟我合拍就好了 你就很清楚自己的问题了,你就很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好,我再说一下第二个八拍啊,我们不是停在这儿吗,停在这儿吗 带花,眼皮垂视下,右斜下 好,完了以后,眼睛看向一点啊,好,向左移出去 左手,右手,好,完了以后,右手上去,身体一样的,左右左右啊 身体是左,手是往右,大,大 啊,那么,合起来这个,这个解拍呢,解拍是五六七八 二,啊,是,二,二,三打四 明白了吗 二,二,三打四 嗯,好,然后,腿并住就行了,没有腿的动作 本来也没有腿的动作啊,如果需要呼吸下蹲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啊 这个时候膝盖是立直的,双腿并住啊,你不可能敞开在那儿,对不对 双腿并住啊,二,二,三,打四,双腿是并住的啊 好,完了以后,向你的左边转身,也就是你的七点位置 有的人不知道七点,那你就往这边转身啊,把你的身体转向左边这个方向 五 哎,这个手是怎么落下来的,你看啊 落,落,落,落 身体在干嘛 在,一个前傾的一个状态,手拉下来,落,对吧 大,好 按掌落下 按掌落下,你看掌心是朝下的 不要看一点了啊,回头,看你的七点斜下方 也就是你左边,你转过身来看着的这个斜下方 在这儿,啊,五 六 好,右手提腕上去,啊,五不是在这儿了吗 五 六 上去 七 八,一手落,一手提 左手提,右手落 七 八 哎,好,结束 嗯,好 嗯 我的韭菜随时都可以报名线上课啊 还有很多问可可托海的,可可托海线上课随时都可以报名学习 按自己的时间学习就好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主页上面有文字 我主页上面有文字啊,你报名学习的可以看,点开我的头像看到主页 嗯,嗯 嗯,报名的看一下我的主页,或者是撕我一下 撕我一下,好吗 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在我的,你要学哪支,你就在我哪支舞蹈的视频下方留言就好了 就是我整理了那个合集,大家看到没有 啊,就比如说那个夏威老师原创舞蹈 嗯,那个完整版可学习 那个合集里面都是可以报名学习的 好,然后说一下这个七八啊,七八 看一下 这个是五六七八二二三八四回来 五六 现在是不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呀 右手提弯上去,左手压弯下来 然后七八的时候,膝盖微蹲,吐气 你看,吐气,变成左手往上,右手往下 这是七八,明白了吗 这是七八,这是七八啊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随时可以报名 啊,我们好多人,我们两千多人都已经学过了 都已经学会了 明天就可以开始交作业了啊,我们欣赏的同学 明天可以开始交作业了 大家就是,也有好多是最近才报的啊 就是你,你学,学,学一段你就交一段 你没必要全交,明白了吗 交作业,你们交作业的话 不要整个完整版的,卡卡卡全学下来 然后再去交作业,不用 你学一段,你拍一段 让老师给你揪,揪完了以后 你再继续往下学,明白了吗 嗯,这样的话就是对你 对你来说,因为你的 形成一个错误的一个肌肉记忆以后 你更难改过来 所以新的,新来的同学们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交作业可以分段 分段交,交完了 老师剪完了以后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以后 你揪过来了以后 你再继续往下学,那样更好 明白了吗 我们都是零基础的舞蹈教学 我的教程全网最详细了吧 这是学院们说的啊 就大家也是做过很多对比的 嗯,他们都是零基础来的 啊,他们也是 在这一年里面摸索了很多很多 也学过很多很多的课 啊,然后 我的课程可以说是 小白,小白的课程 虽然看上去很难 但是整个教学来说就是 比较,比较适合零基础啊 不会的也能会 所以你要期待我的 嗯,看我的视频去学 学会,肯定是学不会的 啊,那么你一定要去听课 才可能学会 啊,一定要听课 才可能学会 你不听课肯定学不会的 嗯 本来今天就是加开的,亲爱的 啊,不要一直催我 我今天本来就是加开的 一个直播,而且我也给大家讲了 那么多,啊 难道你们,你老师在这 公益给你们教学 你们,你们不希望老师 能够休息一会儿吗 一直讲吧 我现在在找音乐 啊,就是 我虽然是属牛的 但是也别拿我当牛食 哈哈哈哈 下回音也是,也是人不是机器 是不是,亲爱的 嗯 也得喝水 也得休息,是不是 嗯 嗯 嗯 其实,其实,嗯 对,我 人嘛都是相互的 嗯 所以他们说我有性格,我是有点性格 哈哈 嗯 对,我属牛的 但也不能把我当牛屎啊 赶紧的抽一下 一鞭子抽抽过去 赶紧的交啊 那也不行啊,是吗 对,36岁的牛 嗯 嗯 嗯 送你一朵小红花 这个舞 这个太慢了吧 这个音乐 嗯 嗯 有的人呢,哎 不知道怎么说吧 就是有时候他们说粉丝有时候是冷漠的 嗯,其实 嗯 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 嗯 还是要用心去交流哈 嗯,即使你们对我冷漠 我也一样是那么热情 哈哈哈哈 嗯,只是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 去说去教 嗯 好,找一下这个音乐 我找一个慢速 慢速,调一下慢速 够慢吗 刚刚有个同学说 刚刚有个同学说 有个同学就喜欢跟着老师的进度来学习 那你没跟上我的课你就不学了吗 嗯 你就不用学了吗 而且我们的老师每天 不管是哪一支 不管是上了半年的课 还是上了一年的课 每天都在给大家 交作业 这不是一样的吗 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 去支配你的时间去学习 那多好呀 多多多好 就是 不管你怎么样对待这个课程 你学完了一发 老师都给你点评 这还不够 还不算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吗 我觉得太慢了 0.8好不好 嗯 所以我们线上课是随时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学习的 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0.6我刚刚调了好慢好慢 都快听不清楚歌词了 2 3 4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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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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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5 5 8倍 身体往前倾 5 6的时候提气 6 提上去 手腕提上去 7 8往下落的时候吐气 吐气 哎明白了吗 5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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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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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到元素 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跟上了啊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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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吗 镜面 镜面就是 镜面就是那个 照镜子是一样的 当然你自己拿你的前置摄像头拍一下 你就知道你什么叫镜面了啊 就是 像做转 不往这边转 你也往这边转 啊 我们俩往 往一个方向转 明白了没有 好 我们来做0.9好吗 来做0.9啊 今天其实讲了 我说了我的课哈 你们听课的人知道的 我不是光在讲动作的 这动作多简单呀 就一看你把那视频一下载 你自己调慢以后就会看 但是很多知识你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其实是在给大家讲知识 而不是在光教这支舞蹈 明白了没有 镜面 镜面 对的 主动来和我说话 1 2 3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该在你昨天想讲的谁呀 想要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好 这是你0.9的 其实跟元素就差不多了 元素更俏皮了 元素是 我现在调一下元素啊 就是你当你在想 我的手要怎么样 我的呼吸要怎么样 我的眼神要怎么样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味道给跳出来的 所以呢 你今天听完了以后呢 你需要 刻下去做一个 自我消化 还有一个就是 自我的一个练习 比如说刚刚这个同学一直在说 脱塞和小五花怎样 衔接 脱塞以后没有小五花 脱塞以后没有小五花 脱塞 脱塞 上 大 大 这里没有小五花啊 你说这个吗 下巴吗 就是下巴 下巴完了以后 我在这个讲课的时候 刚刚讲过了一下 已经讲过了 大提气 定处舔出去 然后中间有个小的吐 气 然后快提 它是 它是什么呢 大 快涂 快提 那么你这个气息也是要自己去处理的呀 那你你永远只会 我只会慢吐 慢提 那你就 你就做不到这样了 所以这个呼吸你的这个速度感也是需要自己去练习的啊 去练习的 就说 很少 很少有的动作是一直憋着气做的 也很少有动作是两个两个都在提或者三个都在提的那你会憋死吧 好 然后我现在 元素啊 俏皮一点 有勇气 主动的和我说话 对 1 2 3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该在你昨天上张的时尤雅吧 想你 有勇气 主动的和我说话 好 就很俏皮的那种眼神 大 看出来 看出来 大 大 大 回头不看 回眸看 哎 吐气 哎 这么一个感觉啊 这么一个感觉 是啊 看着简单 我说了你 听明白和自己跳会是两个概念 是两个概念 你在这听完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要报名这个线上课呢 线上课他可以反复的听 反复的看 反复的跟 那么你在这 有人他指望就是 啊 那我学一次我就必须得把它学会 对 其实这其实对零基础来说你这样学其实挺难的 啊 真的就挺难的 因为你听完了以后 嗯 你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回看的一个 课程 所以 很难说 在之后你把老师的每一个点都记住 那么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 线上 线上这个直播课呢 就是咱们可以就反复的回看 啊 这个对学员来说就比较好 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收获 嗯 来吧 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太可爱了 这个 可以啊 哥哥特海随时可以报名啊 报名的 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报名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请我去回复你啊 准备 和我说话 1234 送你多少红花 该在你昨天上张的尺牙吧 想你你有勇气 主动的和我说话 要把那个灵动的感觉给他做出来 俏皮的感觉给他做出来 来 我离你们近一点给你们做一次好吗 一会去下载我这个视频也行啊 就我今天发了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下载 跟我 或者是跟我合拍 直接点合拍就行了啊 我们近一点看下表情好吗 报名的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就好了啊 1234 我送你多少红花 该在你昨天上张的尺牙吧 想你 有勇气 主动的和我说话 笑得很开心的那种 就是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表情 表情 你是真的要心里要开心 而不是说皮笑肉不笑的呢 就这样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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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这是假的 那么为什么我的眼神 那么你的眼睛比如说 哒 一下哒 看出来的时候你的眉毛 眉眼眉眼 为什么眉毛也会再提呢 对不对 是因为你一兴奋 你兴奋的时候 哒 推开门 看到了什么 那你的眼角 这个眼角都在笑 眉毛也是提起来的 这个时候是开心的 那么你在 很难过的时候你的眉毛 自然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紧锁 当然在我们在舞蹈当中啊 就是不要有那个太过于 这样的一个皱褶 那样会就是影响你的美观 赶紧拉一下我的皮 就是咱们可以 稍微的 在哪 在哪 回来 难过 这种眼神 明白了没有 就是尽量的 让自己的眉毛也会说话 那么眉眼眉眼 它其实是一体的 清楚了吗 报名的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一会下播以后去回复大家啊 明白没有 明白了没有 一直 喜欢我的舞进不了群 没有群 线上学员才有群 报名学习的 报了我的课程的才有群 因为我们课程里面就有6000人 实在没有办法再容纳其他的 学员了 所以 对于咱们这个 抖音的这个 铁杆粉丝们啊 或者没有报名的粉丝们我们只能是以公益直播来回馈大家那么我们的线上学员的话是 就是 每天都会给大家去批改这个作业 我们的这个 一直都有跟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服装的团购 教学 线上答疑 语音点评作业 都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只能针对我们的线上学员我现在 30多个群 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再 加开别的群了以后再有新的 课程新的舞又会有更多的群 所以呢 大家谅解一下大家谅解一下啊 嗯 大家谅解一下 没有活动新舞开课才有活动 我记得在 年前因为我的课程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也是物超所值